明星设计师不只有尊达 外形漂亮 做工讲究的腕表 也不只有皇家像术和鹦鹉龙 腕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今天我们接着说豪华运动表啊 上次说 关于江士丹顿有几个误区 还有一些你的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先抛出来啊 咱们看看后面能不能对上 我们以前的视频说过 江士丹顿从来没请尊达设计个表 原因可能是有些品牌就认为 尊达属于局外人嘛 我这么一个百年劳场 请局外人来设计 很没面板 而且尊达也没有徒弟 所以江士丹顿纵横四海 跟尊达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但明星设计师的参与还是有的 比如说江士丹顿纵横四海的前身是222 这款表是约格亥赛克设计的 它是从劳力士出来的 轮到设计纵横四海17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叫Dino Modolo的设计师 但也不完全是 还是出于对自由设计师的不信任 江士丹顿给这个Dino Modolo配了一个自己的设计师 我问你啊 宝鸡是不是尊达设计的呢 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我们下次揭晓 还说回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二期是温森特自己操刀设计的 可见他从那些明星设计师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人家不是徒弟啊 而且我认为纵横四海二期是最漂亮的 而纵横四海三期则明显受到了董事会的压力 各方面做了不少让步 这里就不便多说了 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了明星设计师与百达斐丽艾比和江士丹顿 还讲了没有明星设计师也设计出非常优秀的腕表的故事 比如说雨薄啊 芝白啊等品牌 但你知道吗 明星设计师不只有尊达 外形漂亮 做工讲究的腕表 也不只有皇家像树和英雾罗 今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会讲讲帕马强尼 既有明星设计师的手笔 又有过硬的做工 可惜啊 因为帕马强尼PF和通大GT最近卖的太好了 我们拿不到食物做开箱 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 哪怕是从藏家手里借一块 也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些事 所以关注我们 我们尽量不让大家失望 下期我们讲劳力士悄悄地改进 也就是说劳力士从来不说的一方面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